接着要请大家一起来发挥爱心 从印尼加到台湾的李云霜 先生离爱过世后 他独自照顾婆婆并且抚养儿女长大 今年他参加了新北市家福中心的 妈妈拍的奇幻旅程违行创业计划 决定以摊车经营起步 也邀请社会大众任养待用餐券 让一些中低收入户的家庭 可以免费到他的摊车来用餐 餐包里放进一大片生菜 然后包进满满的咖喱鸡馅料 这个融合了印尼与台湾味的餐包 只卖35元 这是单亲妈妈李云霜即将创业推出的早餐餐包 利用午餐则会推出面食 希望能够抢供学生族群市场 买印尼干面还有餐包 还有这个红茶 还有这个什么肉燥面吧 还有公文汤 卤肉饭 初起国语还是很深色的李云霜 87年就远离家乡 从印尼嫁到台湾来 先生在94年时离癌病逝 他一肩扛起家计 抚养一对儿女长大 更细心照顾年迈的婆婆 虽然李云霜患有小儿麻痹 行动不便 但他仍然凭着一股乐观的动力 跟着孩子上小学 念不孝 并从高职餐饮科毕业 还考取了厨师 烘焙等丙级症照 近年他参加了新北市家福中心筹划的 妈妈拍的奇幻旅程 维行创业培训计划结业后 成为了第一位创业的成员 我希望我小孩子以后 他的教育比较好 有一点钱给他念一点 高一点书这样子 可以多赚一些钱 可以多一点钱 然后可以让他们以后 会可以赚一点钱 然后可以帮助其他需要的 他除了儿子女儿之外 还要照顾身心障碍的婆婆 那他本身有在工作 那我们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在跟妈妈做培训 所以他是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做培训 然后做好创业前的准备 和孩子们开家 属于自己的店是李云霜最大的梦想 11月28日 他也将在新店中正路 正式推出叮你妈妈面摊车 家福期盼社会大众 一起来帮助他迈向幸福之路 记者声评 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 啊 啊 感谢观看